那我要去算它的那个相关的比如说它的那个总金额多少的话 要产生一个一个list 那这个地方那我可以比如说可以用什么下拉清单的方式 下拉清单比如说找一下它的ID是多少 OK那当然你这个ID最好是按照先排序一下 比较好找 假设比如说我今天找到某一个这个资料好了 那我当我点写它的时候呢 我希望后面东西就自动带出来那最好 你就不用说自己还要再怎么样 还要再去输入一遍 再做一次公式其实很花时间 所以最好是这样自动带出来 没办法发现全部都自动带出来了 好那你再自己再找一下 自动带出来了 你这样感觉还蛮好的 有没有 自动全部都自动带出来 那这个可以很快的输入 而且比较不容易出错了 应该想说应该也不会出错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资料是从前面带过来的 不是你自己key的 会出错都是因为人造成的 所以有时候其实如果可以让程式自己带过来资料的话 其实就很方便了 但是这里面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当然你可以把build list留下栏尾名称 那这个东西其实怎么产生的 其实很简单 Ctrl Shift向下 我就把这个整个先全选 全选完之后呢 再到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呢 原来是任意值 把它改成所谓的清单 那清单来源呢 记得就是从哪边呢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已经先建好的一个叫booking id 这个应该建的方法 我想还记得我们可以把整个大的工作表选起来 然后呢 公式里面呢 从选举范围顶端列就好了 它就会帮我自动建 因为已经建好了 所以我就直接按F3 找那个什么呢 booking的ID 它会自动帮我把它变成 每一栏里面的那个 自动帮我怎么样 在每一个储存格里面呢 向下拉 就会有这个东西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希望呢 让就是说用下拉清单的部分 那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呢 因为这个有ID之后 后面的东西应该就要自动带出来了 如果有就出现 如果没有 那就不要出现 所以其实 后面的东西是跟着前面的 那做法上面呢 比较简单的做法 其实 只是把原来的东西多做一个处理而已 这个是我们原来的公式 我们原来公式是 第八栏 串接 第九栏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你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原来的东西 假如呢 你没有做一个逻辑判断 你原来这样子 它有东西会出来 可是没有东西怎么样 它会出现这样 not available 对不对 就找不到 所以呢 我需要多做一件事情 就怎么样呢 把它剪下来 插入一个什么呢 if 逻辑判断就好了 判断什么呢 如果这个储存格里面 假如是空的 OK 假如是空的 其实用这样的叙述就OK了 其实用VBA里面还蛮像的 VBA也是这样写 那当然呢 有一个函数叫 isbrank isbrank 也是判断 那个储存格里面 是不是空的 不过我试过 isbrank 有时候会反而会出错 反而这个比较不容易做 因为isbrank 明明里面是空的 可是它却判断 里面有东西 我常常遇到这种问题 常常是因为里面 可能有格式设定 它会认为有格式设定 也是有东西 isbrank 函数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用这样的判断 好像都没有出过问题 所以我还比较喜欢 而且这样比较简单 跟VBA写法也差不多 等于空的 那我就是空的 反之呢 那我就是把刚刚的公式贴上就好了 就这样而已 其他几栏都做一样的事情 多做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其他几栏怎么做 我其实是把什么 把这个东西复制 贴到其他的前面 然后再加一个后刮壶 因为 其实如果每一个都要重新再插个函数 其实有点麻烦 就是我建议 我的习惯是 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Ctrl C 如果后面都还没做的话 我就把它贴上 对 然后再加一个后刮壶 这样就好了 每一个 因为有时候都很多栏 这样你下拉清单 自动就会带出后面全部挤栏了 这种方法是不写VBA的方法 当然也有写VBA的方法 不过我是觉得难度会比较高 也许有机会我们在前面好像有提过类似的 也是可以类似像这样做 那打勾之后其他 那他会跟着前面这一个只要他有资料就资料过来 如果他没资料 资料就自动清空了 OK所以一连锁的效益 OK所以这部分的话提供 所以你们等下练习看看 把这边的资料全部清空 先把前面这边选起来 Ctrl Shift向下 然后用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清单 这个是Booking ID 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之后